中东又称中东地区是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 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大间地区 中东大部分为西亚带与西亚的区别是 一、中东部包括阿富汗二、中东包括非洲国家埃及三、中东包括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中东 约有24个国家1500余万平方公里3.6亿人 口中东之所以连年战乱不绝 主要因为三个方面 重要的战略位置都西方交通枢纽 争夺宝贵的淡水资源和石油资源 民族宗教文化差异 尤其是民族宗教文化差异 几乎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东地区的 人们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而三教 共同起源于中东地区沙弥特人的古犹太教圣经旧约 就是古犹太教的经典三教简单的区分 犹太教信奉圣经旧约 不承认新约基督教 信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 承认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伊斯兰教是在圣经旧约的基础上 由穆罕默德兴起创建信奉古兰经 认为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 始先知而不是神中东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而伊斯兰教又分为元大派别 逊尼派和什叶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作为宗教的领 又同时拥有管理所有信徒世俗生活的权利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特色 郑教合一在他去世后接连出现了四任领导人哈里发 但是这四任哈里发只有最后一任是穆罕默德家族 所以关于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分成了两派 承认全部哈里发的称为信尼派占全部穆斯林90%左右 只承认哈西姆家族也就是穆罕默德 宗族的称为什叶派中东地区国家的宗教信仰 中东国家西亚国家 沙特伊朗科威特伊拉克阿联修阿曼卡塔尔巴林 土耳其 以色列 巴勒斯坦 叙利亚 黎巴嫩 约旦 野蛮和塞浦路斯北非包括 苏丹 埃及 利比亚 图姆斯 阿尔吉利亚 摩洛哥 马德拉群岛 亚苏尔群岛宗教中东地区 除了以色列犹太教主体民族犹太人 塞浦路斯基督教主体民族 希腊人都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的四种类型 一 黎巴嫩人口中穆斯林约占60%基督教徒 约占40%穆斯林分属 什叶派 去尼派 德鲁兹派等不同教派 任何一个教派在总人口中都不占绝对优势 因此黎巴嫩根据各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 国家权利二 阿曼伊巴德派占人口 多数的国家该派 为哈瓦利吉派的一个支派 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中独立于 去尼派和什叶派之外的一个教派 第三 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伊朗 伊拉克和巴林斯 其余国家全是逊尼派占人口多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某一派别占国家人口多数 但是未必能掌权 比如叙利亚逊尼派占人口绝大多数 但是掌权的阿萨德政府却是什叶派 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四个主要民族 阿拉伯人 波斯人 土耳其人 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波斯人只有一个国家伊朗 土耳其人只有一个国家 土耳其其他穆斯林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 举清了中东地区的国家 民族以及宗教 派别能使我们更容易从中东乱局 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毕竟那里是大国的决斗场 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几乎每天都有事情在那里发生而每一次 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